自制的虾滑,配上鸡蛋饼,味道酸甜可口 大人、小孩子都会非常喜爱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杰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道非常简单而且非常美味的家常菜 虾滑鸡蛋卷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在每个星期一、三、五上传我新的视频 准备一些虾仁 用刀先把它们拍扁 然后剁成虾泥 放在碗中 加一勺盐 倒少许料酒去除虾的腥味 加一勺生粉 生粉可以锁住虾肉中的水分 让虾肉更加的嫩滑 搅拌均匀后放在旁边腌制15分钟 切一些长条的火腿备用 切一些长条的火腿备用 打五个鸡蛋在碗中 打散后备用 在锅中倒少许油 准备制作鸡蛋饼 这时一定要用小火 否则鸡蛋饼会很容易烧焦 把锅左右摇转一下 让油均匀地盖在锅底 防止鸡蛋粘锅 鸡蛋饼成型后 盛出备用 切去鸡蛋饼的两边 然后在鸡蛋饼的一边切出花纹 把腌制好的虾泥均匀地放在鸡蛋饼上 加一根火腿 再卷成一朵小花状放在旁边备用 把锅烧热 倒多一点的油 准备把鸡蛋卷油炸一下 把油烧至七八成热后 把鸡蛋卷放入油锅中 油炸至鸡蛋卷成金黄色后 就可以捞出装盘了 在锅中留一些底油 加入蒜末 两汤汁的番茄酱 三汤汁的白醋 四勺的白糖 番茄酱会偏酸 所以白糖可以多放一点 搅拌均匀后 倒入一些水 水沸腾后 加入勾芡用的汁 快速搅拌均匀后 把酱汁均匀的 连在鸡蛋卷上面 色香味居全的 虾滑鸡蛋卷 就可以享用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留言和订阅 我会在每个星期 一、三、五 上传我新的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